花蓮市公所举办的客家药用植物夏令营 日前举行成果发表展页 市长卫家院特别到场 陪同家长和小朋友们 齐聚一堂互相欣赏这五天来的学习成果 客家人的生活与药用植物密不可分 尤其爱草的应用更是广泛 花蓮市公所客家事务所 首度结合草药植物举办夏令营 带领30名国小学生 透过实地走访并动手DIY等活动 让学员们充分了解客家文化与药草植物紧密的关系 那在课程当中 让孩子们了解一些药用的一个 我们的药材的一个部分 那尽量用我们课语 然后让孩子们来学习我们客家的一些药用的一些名称 上课的一个期间 也有了解到青草 然后艾草 甚至于我们一个防蚊液等等的很多的一些药用 那让他们了解这些传统文化跟一些知识 那也希望说能够代代的一个传承下去 市长为家宴专程到场办证解业证书 并陪同家长与小朋友们集聚一堂 互相欣赏这五天来的学习成果 自此中也表示 公所会持续透过活动 让孩子们从欢乐中认识客家历史 客家文化 并愿意开口说客语 让客家文化深耕在地 记者徐立芹花电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